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那这一题呢 它是有两条线 其中一条线会动 但是怎么动呢 它都是一个平行线 那他想要问这两条线 在地上线围出来的面积有多少 那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线在这里 有可能线怎样 有可能线会在这边 在这边跟在这边的算法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先做一些初步的估计 我觉得这是现在学测题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它并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方法 你都要灵活的应用 好我们先来估计一下 整个大块是多少 整个大块这里是7 这里是14 所以这块的面积呢 大块面积就是7乘14除2 等于49 那49其实跟这个 其实会差不多 刚好是5分之245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两个它只差了多少呢 只差了5分之32 所以你今天剩下这块呢 就不能太大 所以在蓝线它应该是要跟这边交道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点的坐标 来算一下这个面积 透过这两点的坐标来决定这个的面积是5分之32 好那这一点因为它是Y等0 所以这一点的坐标是什么呢 坐标是A0 那这段长度呢 我们就知道它是14减A 好那接下来要算这个高 这高度是什么呢 这高度是看这一点的Y坐标 好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4减这个式子就得到 5Y会等于14减A 所以Y就是5分之14减A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乘在一起 这14减A 再乘上5分之14减A 好然后再除2 要等于5分之32 好 所以这边再稍微解一下 得到14减A的平8 会等于64 所以刚好这边是8 所以A就会是6 好所以这一体的答案就是6 好所以要稍微分析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再利用一个解方程的翻译链来算面积